龙人家庭沟通其拉比一般的家庭难度还要高 中华龙人协会就特别邀请会员齐居一堂 观赏现在正在热营的电影 而这个剧情就是描述听障家庭的成员 彼此间的感情还有价值观的差异 也让听障朋友都融入剧情当中感同身受 女孩一家都是龙人 平常都靠着比手势互相沟通 老师发现他的好歌喉 建议他参加音乐学校征选 但保守的爸爸却极力反对 中华龙人协会特别邀请80多位会员齐居一堂 欣赏这部电影 他说有很期待 而且他真的是 因为他知道这个 而且他很有预备 会员们都很开心 电影开眼前 有人开心用手势焦头皆饿 还有人自拍合照 龙人协会办这样的活动 可以说是用心良苦 透过那个电影 留学到是说 原来听障的功夫就是这样的情况 让他们更加说 他们可以知道怎么样 跟听障朋友会做一个交流 协会希望透过电影欣赏 让会员们更懂得如何跟家人沟通 不要因为听力上的限制 而局限自己 要跟电影中女主角一样 大放异彩 记者王一仲 黄昭盛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